另外二度挑戰奧義全球賽的陳念琴 在今天上午11點的八強晉級賽中 對戰印度名將伯格翰 遠在光復鄉泰巴朗部落老家的奶奶、親妹妹 還有堂兄妹都在看電視轉播 為陳念琴加油 經過三局的拼搏 最後陳念琴她是以11比18隱恨落敗 無緣晉級 而念琴的奶奶楊阿榮女士直說 沒有關係下一次再來 我沒有關係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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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賽前 陳念琴的阿伯特別 米弗蒂克祈求祖靈天神保佑 11點18分 班扎乌娃娃陳念琴站上 冬奧全球賽晉級擂台 對戰印度名將伯格翰 電視前的奶奶楊阿榮 親妹妹陳念祖等親友 也全力為陳念琴加油 鄉長林清水 鄉代表吳輝明也都特別到場助陣 高齡80歲的奶奶陳阿榮 雖然看不懂全集賽的規則 但是看見孫女念琴奮力 第一擊對戰強敵 奶奶心情也跟著緊張 經過三局的拼鬥 陳念琴覆敵印度強將伯格翰的攻勢 以11比18引恨落敗 無緣晉級 奶奶楊阿榮女士鼓勵念琴 不要氣餒再接再厉 有很抱有緊張 念琴新格啦 平安回來 和陳念琴 相差六歲的妹妹陳念祖 看見姐姐征戰奧運 拳擊金牌之路在八強賽止步 妹妹眼眶泛淚直說 姐姐永遠是心中的金牌拳擊王 以姐姐的奮戰精神為榮 永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還沒有完全的那個 把實力發揮出來吧 希望她下次呢 再把這一面躲回來 24歲的陳念琴 這一次只闖八強 已改寫了個人奧運最佳成績 也是台灣奧運女子拳擊最佳成績 最不捨念琴的奶奶楊阿榮 盛讚孫女的表現 希望陳念琴平安回家 再繼續努力準備下一次的挑戰 記者是越南光復採訪報導